讲完之后你还是不会做 所以我跟各位讲 最主要第一个 先把这个表单 先增加 如果你未来有两个 你就按右键再插入一个新的 而且彼此互相可以互相呼叫 没有问题 第二个就是这个 这个大A就是这几个 你可以先做一个当 模板 其他的复制来改就可以 这个的话也是一样 可以再做一个 记得我建议是 这个字的大小 可能改一下 因为字的大小 预设是9号是太小 这个是comming button改一下 最后的话我们就怎么样 把它启动起来 不过你会发现目前这样启动 可是问题 你将来要用的时候 总不可能说自己还要开visualbasic 然后还要在这边执行 所以 要执行他很简单 一行程式就解决了 需要一个按钮 叫做在这边叫启动表单 所以如果我需要一个按钮的话 那第一个你要记得什么 他一定是一个sub 有没有 sub 对应到一个按钮 OK所以 我们可以在模组里面 插入一个什么 一个sub 那个sub名称 你可以从上面或者这边 我讲过 你可以打一个sub 空一格 那个名称叫什么 启动表单 然后直接enter 他就帮你写好了 有没有 或者你上面插入程序也可以 结果都一样 OK 启动表单 里面的话你就要写一行 程式 就是把它叫出来 他是谁呢 他叫user 所以你就是叫他的名字 如果你没改名字的话 没有改name的话 那你就 照着打 大小写没有区分 你就打小写没关 user 如果你点下去 他会有清单 表示你名称没打错 但点下去没有那表示你打错了 有一个叫什么 user show就可以了 好 show 那也就是我有个sub 我就可以有一个按钮 所以我把这边复制一下 到底下贴上 然后我就把这个按钮怎么样 改成叫做启动表单 然后把名称也复制一下 把它贴一下 这样的话呢 我就可以怎么样 直接呼叫他了 所以按下他 有没有出现呢 出来了 OK 所以以后你要呼叫个表单 就是这样就OK了 但是就有同学说 老师可是 有的时候明明 按钮在这里 就是有人 就是 眼睛就看不到 他就知道 所以怎么办呢 老师可不可以 当 干脆 我也是要打开的说话 那个表单就自动打开了 你也不要 你就给他这个档 然后他一起动 他就是一个表单 他也不用找了 OK那怎么办 很简单 接下来的话 不过呢 写的方法 可是如果你不是按按钮 而是 一个事件 什么事件 当这个工作部 工作部 请各位看一下 上方的这个专案总管 1123 这个工作部 有没有 就是 List Workbook 意思说你现在的这个工作部 物件 他就放这边 那你点两下 List Workbook 他会有一般的时候会出现 Workbook Workbook就是工作部 当工作部呢 后面是一个动作 有点像发生了什么事情 那 这个 在VBA里面称之为叫事件 当什么事情发生的时候 OK所以 当这个工作部怎么样 被 open 的时候 哎 那意思就是说 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 那你会发现他会变成一个sub 那也 所以其实 他就是去做什么事 sub就做什么事 OK 那 就是做什么 其实就把刚刚那一行 扣过来就好了 有没有 就是在List Workbook里面 当这个工作部被open的时候 那我就 请你帮我把那个 表单也打开吧 这个意思说 如果以后你希望 Excel 开启的时候也做什么事 或者执行哪一些程式 你会把它放这里 OK 所以 你如果写一些东西都可以 让他在这边执行 好 那最后的话当然 我们就要试的话 一定要先存档 存完档之后的话 记得就把它关起来 因为一定要重新开启之后 才能够那个 所以记得这边把它重新开 这个 然后因为他已经存档了 所以今天的 时间 打开之后的话 那 理论上一定要启用内容 因为这个预设是会保护 所以启用内容 有没有弹出来 不过下一次开好像也是会 我不知道他这个如果启用内容 他有时候会记起来 如果下一次再开 他理论应该也会 就直接开了 因为你开过了 你已经同意过他好像不会再问第二次 OK 那这样的话呢 不过以后他当然也可以关 可关的话就叫他从这边开 不然就叫他关掉 重开也是一样可以执行 好那请各位试一下这一步 今天大概 原则上大概就先讲到 这个启动表单部分 那所以请各位就是要把那个 这个范例存档 那下一次的话 我们再接着从那个 就是 如何让他可以帮我把资料 填到Excel里面 并且自动带出其他栏位 包含平均层漆 包含那个什么 综合评定 多重 等于是后面的那几个栏位 可以自动带出来 然后 也许在自动在画框线吧 反正就是让他可以有个自动化处理 最后最好是可以把那个表单的 把Excel 当资料库来用 也可以把它保护起来 不要让人家随便变更 OK 不过这个可能会遇到一个问题是如果你保护啊你要去变更 可能 还要动态的解除保护 在动态的 变更资料 最后再把 保护再加上去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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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害 烈味 要是这么多新的